河流为时模不走直路 看完后 我沉默了很久 对这个自然界来说 走弯路是一种常态 而走直路则是一种非常态 佛学院的一名禅师在上课时 把一幅中国的图展开 问 这幅图上的河流有什么特点 学僧达 都不是直线 而是弯弯的曲线 为时模会是这样呢 也就是说 河流为时模不走直路 而偏偏要走弯路呢 禅师继续问 学僧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 有的说 河流走弯路 拉长了河流的流程 河流也因此能拥有更大的流量 当夏季洪水来临时 河流就不会以水满味患了 还有的说 由于河流的流程拉长 每个单位河段的流量就相对减少 河水对河床的冲击力也随之减弱 这就起到了保护河床的作用 你们说的这些都对 禅师点了点头 然后缓缓说道 但在我看来 河流不走直路而走弯路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走弯路是自然界的一种常态 走直路而是一种非常态 因为河流在前进的过程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 有些障碍是无法逾越的 所以 它只有曲弯路 绕道而行 也正因为走弯路 让它避开了一道道障碍 最终抵达了遥远的大海 说到这里 禅师话题一转 其实 人生也是如此 当人们遇到坎坷 挫折时 也要把曲折的人生看作是一种常态 不悲观失望 不常欲短叹 不停滞不前 把走弯路看成是前行的另一种形式 另一条途径 这样你就可以像那些走弯路的河流一样 抵达那遥远的人生大海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 当你遇到一件事 觉得无法好好解决 甚至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和心情时 和不停下脚步 多些冷静 多些思考 换个角度 换个空间 换种方法 换个思路 也许事情会简单许多 把走弯路看成是一种常态 怀着平常心去看待前进中遇到的坎坷和挫折 被子永远都保证自己都是快乐的 那是不可能的 只有经历过 才会懂得 只有痛苦过 才知道快乐时刻是多么开心 只有爱过了 才知道心痛的感觉 只有付出了 才能获得回报 只有辛苦过 才知道快乐其实是那么不易 只有失败过 才知道成功是那么艰难 人这一辈子 活着不是为面子 不是为别人 不是为金钱 不是为物质 不是为享受 不是为战友 不是为工作 是为了自己 只有自己充实了 开心了 快乐了 那模拟终老时刻 才不会带住遗憾走入尘土 人生在世都不容易 懂得珍惜该珍惜的一切 懂得放弃一切应该放弃的 懂得把握一切应该把握的 懂得享受该享受的一切 让自己这辈子 过得充实快乐健康 珍惜自己身边的一切吧 人生短短几十年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不要错过后再来后悔 不要失去后才知道要珍惜 不要让自己的一生 过得充满遗憾 把握今生 不要期待来世 后悔无用 活得充实 人生才不会留下遗憾 人生如梦 岁月无情 默然回首才发现 人活着是一种心情 穷也好 富也好 得也好 失也好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想想 不管昨天 今天 明天 能豁然开朗 就是美好的一天 不管亲情 友情 爱情 能永远珍惜 就是好心情 记得有一个经典这样写著 曾经拥有的 不要忘记 已经得到的 更加珍惜 属于自己的 不要放弃 已经失去的 留作回忆 想要得到的 一定要努力 累了 把心靠岸 选择了 就不要后悔 苦了 才懂得满足 痛了 才享受生活 伤了 才明白坚强 总有起风的清晨 总有绚烂的黄昏 总有流星的夜晚 人生就像一张 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 没有彩排 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 把握好每次演出 便是对人生最好的珍惜 把握现在 畅想人生 佛说 一切都是注定的因果 人在做 人在做 天在看 你做的一切 都躲不过老天的法眼 善恶到头中有报 你的善良 别人不懂回报你 天会报你 你的恶行 别人怕你 天必罚你 人生在世 要多行善事 多种善因 多修善缘 才能多得善果 爱情有因果 爱人者 人恒爱之 孟子说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爱上了谁 不是说说而已 不是花言巧语的欺骗 而是用心去惯爱人 用行动去打动人 用爱去温暖人 你爱的人 懂得了你的心 感受到了你的爱 才会更爱你 欲献是缘分 不珍惜 再好的缘分 也会消失 一个人心寒了 就是依然爱你 也会果断离开 要享受 爱情的轻轻我我 就要付出 爱情的真情实意 爱情的路上 谁都别敷衍谁 欺负谁 福报有因果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一个有福气的人 不是无缘无故的福气 是自己赚来的 你给予别人的越多 得到的福报越多 你吝啬自己的东西 不舍得给人 福报就越少 有舍才有的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你帮助别人 即便没有得到感恩 但得到了心安理得的心情 感觉人生踏实 过得充实 福报 是天意 更是人味 是一辈子坚持修善 修心 修缘 一生行善 福报不请自来 孝顺有因果 孝顺是榜样的力量 农村有句土话 乌檐水 点点滴 也就是说 一代人和下一代人 不管走多远 年纪多大 总是血脉相连 走不出家的乌檐 还是家里人 因此 一个越孝顺的人 老了 孩子也会更加孝顺你 因为你的孝顺 就是榜样 是最好的道德教育 如果你对父母不孝顺 甚至老死不向往来 那么你的孩子 也会有样学样 不会对你嘘寒问暖 事业有因果 越努力 越幸运 越执着 越成功 一个人 越努力 越幸运 越执着 越成功 人不帮忙 老天 也会帮你 所谓机遇 其实是 冥冥之中的天意 努力的人 是顺从了天意 抓住了机遇 让自己的事业 更上一层楼 那些天天抱怨生活 埋怨老天的人 后来都是一事无成 理想之花 要用汗水浇灌 而不是用口水来吐槽 人生有因果 春种一粒素 秋收万科子 人生也有四季 年幼是春天 是播种希望 是学习做人的道理 是树立理想的方向 青年中年是夏天 是洒下汗水 浇灌理想之花 让理想变成参天大树 老年是秋天 是收获人生的果实 是享受生命的乐趣 徐旭老已 是月落归根 是生命的轮回 幸福的人生 都是自己种下的幸福因子 是用一生的追求 来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 人在坐天在看 凡事都有因果 因此 人生一辈子 多行好事 莫做坏事 多行不易必自毙 日行仪善得善福 得到 自己的 方向 我能够 留下 我能够 得到 我能够